再来就是讲说override override就是我们要达到多型 一定要有override 不然就没有办法达到多型 如果要override 还要有继承 A的类别 会继承B的类别 继承A的类别 一定要有继承 界面其实就是属于一种简单的继承 上面这个东西也可以是抽象类别 也可以是界面 产生所谓的多型的效果 这边最后比较一下 界面好像跟抽象类别有一些相同之处 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我们来看一下 抽象类别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类别 只是它不能照物件 所以它有没有资料也有资料 所以它有资料 所以一定会有建构值 他听话说我在照植物件的时候 我也要照副物件 副物件怎么去做initiation 所以一定也要 所以一定有建构值 那反之界面也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 所以它就没有建构值 抽象类别里面就有super跟list 因为它真实存在 如果真正如果比达物件之后 它真实存在 那就是说我自己跟我父亲 可以用super跟list 这两个关键字来使用 抽象类别也可以 那界面就没有 界面就不行 所以在抽象类别呢 可以有抽象的方法 应该说允许有 有非抽象的方法 所以说它里面可以去实现 那些master 因为我要reuse 我的这些类别里面 有这些方法 我知道怎么做的 我就先把这个方法 在这类别里面能够实现 所以当我继承一个抽象类别的时候 这些共有的方法 我就可以reuse 界面就没有 界面只有都是抽象的方法 那我们刚才讲说 抽象的类别 也不一定一定要有抽象的方法 我如果说有一个类别 我不需要别人去create 我可以宣告说 它是after 那无关于说 我一定要不要有抽象的方法 有抽象的方法 一定抽象的类别 你要再加after 但是没有抽象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也可以在class里面加一个after 来代表说 请不要去create这个物件 好 然后在抽象类别里面的成员 没有特殊的限制 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有after variable 你也可以有 data 那个什么class variable 都可以 但是呢 你可以有constance 那但是界面的话呢 你都是constance 这个都是有static final 这样的值呢 加到这个interface上面 这样子 好 抽象类别里面的封装等级 可以有private 可以有packaging 还可以有propackage 跟public 那界面上面的成员 就所谓的成员 就只有master而已 还有这个就是你的constance 都是public 都是public 而且不能够加上其他的 其他的文件 不能够就是说 好朋友可不可以 成员一定是public 好朋友 好朋友 这个就要测看看 到底好朋友可不可以 印象中 interface的话 这个是可以的 interface里面 这边是可以是没有 然后他这边是讲说 成员 成员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after method after method 一定是不是一定要shake out public 就来试看看 设计一个没用的 看会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了 我们就来 还是你们自己做看看 就 好我们来看一下说 可不可以 好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就在interface这边做 对不对 我如果说可以容许没有 没有的话 那我们看就show2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边copy过来 好 然后呢我有疑问 所以我就把它pass上来 然后呢 这边把它改成show2 然后把它出生结 似乎也没有错 所以还是说 它自动会加public 所以这里面没有写 应该我印象中也可以 那这边没有写 印象中也可以 那 会不会它都是把它看成public 这件事情 我就不太确定了 就可能要再查一下说 interface里面的没写 没写 还是就是public 搞不好是 那有写跟没写都是public 所以它讲的 我也不能说它一定错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 由那个来看的话 至少是没有public 是可以的 所以它可能没有public 也是public的意思 所以它也不见得是错 好 我们就把这一章讲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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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